份基地 收看中超第一階段 數字的賽卻第十一輪的比賽 大連賽卻第十一輪的比賽 將會有江蘇蘇寧面對廣州苦力 現在見到江蘇蘇寧方面他們的正選名單 和大家報一報 門將顧超 攝拉後防球員 一對中堅有27號楊博與13號米蘭達 右閘方面是亞北都海米提 左閘就是周韻 中場方面有吳禧、田伊龍 另外有羅勁、迪西娜 而風扇有艾達馬田斯 和新天妮 至於廣州苦力方面 門將是做韓佳琦 這位於夏宇的門將 另外防線方面 三中堅的搭檔方面 杜錫、李松益、姜跡宏 左右兩個翼衛 曾超、唐廟 中場有王靖、悠迪、比利葉、楚貴 奉善有沙巴、連娜、天盧的組合 鏡頭就拍到兩邊的主教練 這位是奧拉路 剛剛剛才那位就是苦力的主教練 雲邦賀斯 李提香 歐悠閒閒閒的神情都很放鬆 坐在看台上 執法這場比賽的球證 剛才都拍了一下 來自北京的主才王哲 第一助理是張凱軍 來自廣西 第二助理是武衛鋒 來自北京 第四官員就是林林 至於在VR方面 就是馬力 而助理的VR就是張未立 拍到聯娜天奴 這一位就是隊長的唐廟 唐廟真的都算是牢牧 因為每場都踢足 而且他的上落幅度 真的很大 葛珍富力的隊長 都可以經常換人 SIVIC在那時做了一段時間 之後亦都給過聯娜天奴做過 莫安彪 這場比賽正直開始了 首先開球就是穿著藍衣 藍褲藍波蜜 上半場比賽會在屏幕 由左攻右的江蘇蘇寧 廣州富力今天穿著 白衫白褲白波蜜 今場比賽有 李智忠、李Sir和陳俊傑為大家送上 粵語旁述 中場方面 就見到 吳希爾扭著球 第一時間 就想說 新天地和隊友做個配合 但是被姜職龍炒禍了 今天就說起江蘇蘇寧 他們今季的表現 是很穩定的 即是一些 該拿下的比賽 他們一定 就不會有首願的 而且奧拉路 這幾季持續的調校之下 整隊球的戰術體系 是很成熟的 看到這個 迪西娜 他今天的位置 好像是沒有擺得到 這麼前的 這次由手轉攻 給了聯娜天盧 聯娜天盧自己扔著球 前面有米蘭達 三個過來韓他 所以他要先停止迪力 少少被人趕到去邊 然後唐廟趕到上來出 這個漂亮的球 搞不搞定 比判穿富度 第二下出不出球 看一看中間 十二馬天附近 連娜天盧拍馬房到 但是似乎真的都很認 因為大家都是五波照殺下來 球證好像手勢是給了角球 給了角球 看回第一時間掩上來 唐廟出的球質素很高 但是在美處位摺進來的爭招 球球球射得不算太硬 李Sir 是啊 那波爭超未落地之後 擴上去 可能不是說擴得那麼爽 看到他打到勁骨的位置 所以球速是不是很急勁的 所以令到顧超可以有時間 可以撲折 打到勁骨的位置 不是打到腳步 不是看到他打到腳步 一開場 都是很短時間 富力在右邊的全中 形成了門前攻門的機會 由曾超利完成一個射門 再拍馬趕到那個好像是受傷的 連拿天奴 左腳 因為當時銀打在萬鏡照殺過來 所以這下真的都很認 這個看得清楚 嘩 好在 球證現在就是吹吹停 似乎要走去場 要看看VR 可能VR的球證馬力 可能是跟他語音有些交流之後 要他看看這個動作 射到門之後的殺過去那一刻 是夾到隻腳的 關在地上 現在他們是刪遲了 然後路是出了球 被對方攔截的時候 攔截到頸骨的位置 都幾危險的 如果再是真是 好在他沒有剪下去 如果剪下去 你的腳就是這樣先的了 爭招都有些遺憾 一個射門 一個傳宗 想做一個助攻的 球證現在爭場一點 就是連拿天奴已經踢走球 然後米蘭達再到 沒錯 如果連拿天奴踢球的同時 這個犯規已經是到 就毫無疑問 可以吹這個犯規 現在球證 就糾結在 都好像出了波 已經射了門 再有一個遲禮的難節 這樣會不會吹回呢 球證說中了手 是吧 好像有這個手勢 應該就是楊博宇那一下 因為剛剛鏡頭一直被 連拿天奴射球球出來 其實楊博宇就近來 有些側身想躲 避過波 很高的 看慢鏡頭 舉起了手 左手 楊博宇的左手 是射到皮球的 剛才要看 可能是看這一點 現在如果是指著這個 應該是點球 好了 坐跑 十二碼搞定 好輕鬆喔 沙巴 開個漂亮局 廣州苦力 五分鐘的時間 就領先到 一比零 沙巴的十二碼名中 剛剛就真的 這一下 可以說 本身球證 沒有第一時間 就給了十二碼 但是呢 就通過 VAR 確認之後 判了給廣州 一個點球 沙巴 當然都穩穩 名中 沙巴 亦都射入了 今個賽季 聯賽的第五個入球 這樣對付你來說 真是好好的開局 真的都有一些令到 江蘇和蘇寧 是掃手不及的 因為剛剛其實就 雖然說 入球的時間 是第五分鐘 但是 剛剛其實 大家回想回整個片段 是一分鐘 窗近到 就已經形成了一個攻勢 廣州第一次的攻勢 是 可能叫做兩分鐘 因為過了一分鐘 都是叫兩分鐘 所以可能是 一分鐘多些 是的 所以就真是 完全可以說 是一個夢幻開局 好 哪個位置 就想說是強行突破 最終 就是迪西娜 博賭犯規 今天 江蘇和蘇寧 他們的 外援的防守中場 華卡蘇 暫時在一個 後備名單當中 所以 現在一比零領先的 富力 完全是要當著 零比零打的 因為 江蘇蘇寧的歷史 這麼多年的 中超的戰績 給我的感覺 就是 給我的印象 就是 他的後勁是很足的 他很多時候 有時候 以前打著一個場制 有時候在自己的主場 他很多時候都是會落後的 但是 他後面 反超 或者追平的次數 是很多 所以這支球的 這個人勁是很足的 看這次 游手轉攻 可不可以打出來 黃正宇 就被人趕到邊路 為止 再放長球上來 就變成了江蘇蘇寧的界外球 在沒有說很明顯的接應的空檔 接應的點的情況下 這樣的處理都是可以的 將個球 就盡量向前踢 出了邊界都不要緊 要是比對方好 就地圍場 將球搶多下來 林邦克斯跟場上球員 剛剛做一做手勢 就見到 他剛剛是數了四個手指 其實最大的改變 這幾輪 就是 全隊上下 那個 打法 比較統一 大家都是 不怕 放棄這個 控制皮球的打法 主要是將自己的後防 先穩固 這樣再司機去前面找機會 這樣的打法是比較統一了 相信這個都是雲邦赫斯 他在不斷帶隊比賽過程 當中一些的戰 修正和變化 因為其實見到 季初球隊這樣的踢法 希望更主動拿球來用 更主動地去 自己在場上主導進攻 但出來的效果 就令到 那個空間更多 更多 費用 現在看到 除了三中堅之後 縮了兩個邊閘位 下去 變成了五後位 防守的時候 很多時候 你看一下 連阿丁奴的位置 還有這一邊 有時 這個 迪比利的位置 在需要防守的時候 幫手 幫兩個邊閘的時候 都翻得很深 所以這個要求 可以體現出 是教練的一個 賽前的要求 和部主 而球員執行力 亦都可以做得到 所以這幾場 富力在兩邊 側翼的位置 給對方的空檔 是不是很多 所以就形成了 對方傳中 或者是 形成一個 撕破 哪裏撕破的情況 是少了 這一下 其實葉楚貴 能夠幫他 少許不小心 幸好 自己夠勤勁地搶回 葉楚貴上一場 對河南建宇那場 是有些出彩的 又有助攻 又有入球 他都算是越踢越好 因為季初 他真的是 完全是後備 上陣時間比較少 但是 有機會被他出來踢 真的加了功課 其實 年輕球員也好 或者是 這個 廣東籍的球員也好 都需要這一種的 擔當 和一種 上到場之後的 一個釋放 河西娜 比原隊有哉 和想要做個撞場 但是這球球 還未能夠過到 中堅位置 李重益 其實 中路 說起來 闊力是很密的 剛才 江西蘇寧很想 通過中路 去 撕開這個 一個缺口 直接撞場 和碟雅 直接撞場 和碟雅的2.1 江蘇蘇寧是可以做得到的 他有這個資本 迪西娜真的打得很厚 上兩仗 他連續三場 沒有入球 見到他 就頂到他最前 但是好像 他不是很適應 那個位置 繼續想說 擠入禁區 密密 這樣 還給他一個橫 麥田絲 你看看 連來這套 都翻到自己 邊槌的位置 去彌補一下 空隙 塞得很密 對 防守的時候 一個5-4-1 他就是中間的4 那個 拉右 沙巴 一個單箭頭 在前面 不知是否 馬雲邦赫斯做的手勢 就是希望全打 一個這樣的意思 給球員 人多一定要密密腳去移動 這些單位而已 沒事的 吳希 好像是 握著頭 不知是否那些手臂 不小心擺到一下 一散位 先吃了個位置 哦 跌下去的時候 困到個手勢 說起吳希 其實他就是 多年來 一直都是下落於 江蘇蘇明 當然 就都 之前是跟恆大 傳出過一些的 轉會緋聞 但是最終 現在都是 穿著這件 藍色的戰角 那開局階段 其實見到 廣州副力人不介意 給球你用 給球你猜 而且呢 真的都去到 三四雅馬 一些的位置 才開始一些 迫搶的防守 現在蘇寧在外圍差 就負寧不介意 給球你用 講回剛才的點球 就判楊博軒 與一個手球的犯規 被判點球 其實講回 如果作為後衛 在這個 防守的時候 看這個球 沒有什麼攻勢了 如果在防守的時候 盡量 盡量 手的位置 盡量 處於一個自然的狀態 或者是 脫下來 或者是稍為靠自己的身體 貼近自己的身體 千萬不要亂張開 對方射門的時候 你一舉高 或者一張開 打到你手裡 都有可能是手球犯規 而且另外一個點 想和李徊討論一下 就是剛剛 其實這一下 首先球正是吹了這個 龍波 越手球的第二 就是瑪麗蘭達 剛剛過來這一下 他也都是 沒有中到球 而且完全吃光 蓮亞天奴那裏 是啊 其實兩下加起來 那個球如果有拳 都可以吹得回 因為有可能會令到 蓮亞天奴會受傷 你是辭你的難節 而且完全不中球 就是中人 最後裁判就不討論那個 因為那個是 確實是出了球 主要是抓他 哎呀 這一下 唐廟的全失禍橫傳 羅敬 左腳射過去 中間就是 被 弗力的首將 江青橫山島 我以為他繼續是 蘇寧的控球 給了 吳熙再 回到左手邊 周雲也扔到上來 周雲就是 他後防的萬金猶球員 世娜 剛才唐廟那一下 他的橫傳真是很不小心 亦都沒有提前到觀察 其實在那個位置 這樣橫傳失誤的話 很危險的 在中路的地帶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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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有理由輕易讓身位到你 但是去到禁區裏面的時候 單位的時機都一定要 如果沒有機會讓你放到身位的時候 你堅硬放下去就容易會調到地方 李宇龍,迪西娜 好波力啊,唐廟 雖然搶不下來,但破壞了對方的節奏 剛才那個鏡頭,對方的海米提 其實人球分過,曾超過得幾乾淨 曾超都算是老鼠仔的速度 轉身都快,被他人球分過 完全藝巷來辣的 影著做拉路 可能他都猜不到球隊那麼早的時間 就是會落後著來踢的 的確廣州腐力開了一個很夢幻的局 內心的手 其實廣州腐力有這個 就是之前的演練 前幾場都是這樣的姿態去對陣其他的對手 無論是比自己強 還是比自己差不多的球隊 都是不介意把碰球拳 把更多的進攻機會給了對方 而自己呢 就是給多些的心機做好防守 下部隊好問題 他去年都入選了國俄 有速度啦 剛才看他過下曾超那一下 比比利 搬著波 好閒熟呀 選擇就坦坦慢板 曾超再放過身後上去 路線就不是太帥仔 未燃光出來 撞了國球旗出邊線就是界外球 如果撞了國球旗出底線就是琴球 沙巴他都知道,你剛好可以給那邊,他跟曾智華方交流 這個稿教堂的地方都很明顯 一般情況下這種裁判都不多,因為不佔得很大的便宜 那裏面就出閉了負力的犯規 金聖娜利用轉身防守卡位時擔擔對方 迪西娜少少脫腳的,但都可以被分裂 落腳這一下就吹罰了迪比利,但很有好馬上拉起 如果講腳下的速率,迪西娜比比利快 迪比利的身位和控球是擔得很實的,但他的速率是慢一點 我讀給你,過往都踢過是熱刺 當時亦都一度是熱刺的主力防守中場 現在好像重身了很多 來到中超之後,明天感覺他的轉數亦都准一步下降 北京都連市佔獎了 是的 連娜天奴今天見到游手轉攻那一部分,他都很積極 希望彈出來現身去幫一幫球 另外在防守端當中,他都經常收到一個比較深的位置參與防守 負力內心的防守是對路的,但收到三閘線的位置 大家的聯動性一定要強,不是說人多就可能對防守好 但如果你一個人起到負責一個區域的話,如果能夠都負責起上來 其實不是說大家站死在那裏的防守 一定要機動 阿不得開問題 杜石殺上來 這邊就新天地的交失波,沙巴 想說就給前面的隊友,迪比尼,沽著波 再比嗎?這一下路線就麻煩了 比大一點好過,曾超這一下 因為如果你比短的話,亦都是對方圍局的一個範圍 杜石拿,自己就加速突破 快點來,杜石拿,再比吳希 順過來,羅京 給了一點點提前量,第二下再挖 結果出了界 這個底線,剛剛這一下就都見到 其實蘇寧一直都很耐心,希望 都是堅持用一些滲透的方式去撕破負力的防線 是啊,很快了 那個球到隊長,吳希這裡,他又挖給羅敬 羅敬都很聰明的,避開曾超的產節 上半場暫停了23分鐘,富力領先一球 但是現在都見到,富力一直都未能夠有效地 組織到一些反擊出來,這個其實都需要注意 和對方這二十多分鐘開場,這二十多分鐘的體力充沛有些關係 對方一失球,就立即就地圍場 使得廣州闊力沒有一個喘息的機會 其實我覺得都正常的 都不要覺得被人壓制得這麼厲害 會不會好像很難看,很難看 其實是不重要的 這邊就繼續的中路作文章,羅敬 輕鬥高球哥,百多個的犯規,位置都不錯 然後姜錫雲 看看有沒有動作,因為對方這個也都是有高度的球員 所以剛才判完之後,我就感覺到好像球證的說服力不是很強 這些位置都挺牙烈的 新天妮絕對是她的高點 其實以往傅力的防線說她從去年開始到現在 傅力的防線很差,其實有一個明顯的突出的缺點 就是防高空的能力是差的 你看到就擺一個人牆,杜錫雲這些高過字都在 埃達馬田斯就量度緊步 撐住韓佳琪,韓佳琪射穿人牆 結果也是被韓佳琪一抱一環 好厲害,U21的球員 越守自信心越強 雖然對恆大那場球打到後面有點甩漏 但作為年輕球員來說,也是成長過程中的一個過程 所以不用太計較,總的來說,她都算是比較淡定 她都總要交一下學費 她在那場打比賽後自己都很自責 在球場邊去搭借球迷的時候,她都流下了藍而淚 但相信這樣的表現值得雲邦漢市 繼續給她多一些機會 她會嘗試 剛才這下吳希想過頂的全球 其實是一個嘗試 作為富力要引起注意 因為之前她很多是在你的身前 作為一個滲透的進攻 如果是突然間忘記了,開始發大腳了 開始打身後了 所以所有球員都要提起這個精神 或者引起這一方面的注意 注意及前修,或者做她越位 對方是現在有氣有力的情況下 又輸著球的情況下是逼得很緊的 這個球又吹黃正宇犯規 是否不鼓勵積極去爭搶球的球員呢 她不是說先撞了你再頂 她是完全騰空了 向著球頂完之後 再和你前面有個身體接觸 我覺得是很正常的 這下落腳,唐廟就準了 跟連娜堅圖夾手夾腳 就是防住迪西娜 現在蘇寧就是因為 他們的勢好 所以他們都會是更加主動地 希望做迫搶及時地 恢復球拳 但畢竟有時候我們經常說 如果真的90分鐘都可以 維持著這麼高強度 就真的抵捨 但是不可能的 沒有錯 好,這邊想說 就繼續滲踏去 大福力能夠轉到一個球 下來 一分停 老實想說傳上去 但第一關是過不過 問題的 第二下就是大明星過了 現在全中尾處位 迪西娜 頭上來 可以一個半波 你減了 給了新天妮 搞定 27分鐘 新天妮入球 小小的一個不為意 這次杜石的出球 不敢出上去 變了被對方前場 焗倒之後 形成這個右邊 傳了給 麥西尼 再回敲 給這個 新天妮 做成入球 這下的失誤很麻煩 做回炮桌 新天妮直接左腳 就抽射 嘩,那條腰彎得很棒 又拿回大角 這個球速不算太快 但是角度 是啊 幾下的傳送 都完成得好 天冤無縫 所以這個入球 來得真的 沒得說 這個重要球方 剛剛是過了 李松益大小 這樣過來 對於門將的判斷 來說 亦都是增加了難度 新天妮好就好在 不囉唆 直接 那個球都幾高下 彎了腰 就了平衡來射 盡量 拿回門將的反身 那個位置 不是近過那個位置 如果近過那個位置 可能約得出去 如果你反身 約的速度 是不會彈得那麼遠的 還有移動不了 如果是抓到他的路 移動多半步都好 都可以約得出去 是啊 的而且他今天踢播 真的不下去 因為幾下 見到要破密集的時候 他都是做回一些 一腳的出頭 從而停隊 有做一些配合 而剛剛的那一下 杜石 就是在後防線當中 處理頭 不算太乾脆的情況之下 有點可惜了 傅力被人追 但現在都要是 繼續做防線的一個工作 先了 這次都做得不錯了 給到邊奧的連拿天奧 但他的老鄉 迪西黎 都是拍住他的 再加到周雲 過來招呼他 10秒 回回頭 迪比尼 連拿天奧 給中間沙巴 沙巴 他一直都在瞄著 因為兩個點 一個就是葉左一個 一個就是蓋上來的爭招 都計點數了 剛才雖然沒有吹 但球證王哲 都知道球員 是抽了沙巴一下 抽了水 不過不是說非要吹不可 輕輕踢了他一腳 沙巴挖他了 現在轉身 餵就好了 新天來 頭髓先點球球 這次是鬥哨 側後放下腳 曾超說中了 但球證就吹佛了 其實曾超這個籃子 是很漂亮的 因為放在身位之後 是集到球 再碰到對方 好啊 壓淡的腳 集到球 同時也是叫做叫到對方 攔截了對方前進的路線 矮個子球員 就有這個優勢 有時候 下三號那些 我還可以彌補到那些動作 如果是高球 就完全沒有辦法 是呀 你看看曾超和這個 新天來的高度 是有一定的差距 新天來的海拔 當然是相當偉岸的 裏面呢 就給到 連阿天盧 他就想打游手轉攻 但就想說 一滴球球的時候 球證呢 就是出了田伊龍的首級 現在的比賽場面呢 又不同 剛才傅力一比利領先的時候 被人壓制得這麼厲害 變了被對方追回一球之後 一比一呢 傅力的向前 還有運作呢 對方搶都不一定搶得到 現在就正常回來了 變了一比一的時候 亦都可以彈得出去 有些球用了 是的 迪比利 唐妙 溫停 給迪比利 申天來呢 在後面一丟一丟他 迪比利 固球當然是很實正啦 送得過的 你越貼得他緊 他越容易擺脫你 所以防迪比利那些球員 不一定說 特別他背向的時候 不要吃那些假動作 剛才他做了好幾下假身 迪西娜 望一望前面 就真的沒有什麼隊友 立即參與到上去 所以他都選擇 hold定節奏 看到高蘇蘇寧 追回入一球之後 那個向前的肉緊程度 是沒有那麼高的 所以向前的 剛才的一串都在前面 你隨便給哪裡都給到的 現在又不是了 給到哪裡了 好啊 說得好問題 羅敬 說得好問題 說得好問題 馬連斯 又是想我做1-2 但是呢 先出到一腳 又是想我放個身後 又是想我放個身後 又是越位呢 近天來回後 射個近處位 最終韓佳琪 能夠先副走 不欺的射龍 看來 江蘇蘇寧的進攻 有時多樣化 有中路的滲透 亦都有這種 打過去 過頭的一種全球 沒有越位的 這個 剛才有一個球員 是越左位 但是球是沒有給到他的 好像馬田斯 是有少少越位 但是球沒有給到馬田斯 好球 接著呢 就U21的門將 韓佳琪 蘇嶺的角球 羅敬 來到主力 有腳外彎 下來第二點 難打 拆回後 給顧超 顧超上半場 有什麼生意 但是呢 就奈何 剛開球很久 就給他12萬 他嘆一下 而是上半場 負力除了12萬之後 其實我們都沒有怎麼見到 顧超的身影 剛剛也算是第一次 就是那個攻勢 由這個右路 連來的路 打過來 跟著 曾超這邊 有個埋門的射門 之後撞出來 在傳中 那時候 就覺得他怎樣 迪西娜 他在前場時候 都很高 給了過來 就落敬 射過去 搶點 嘩 又漏了的 可惜呢 就真的少少的人前波後 但這邊 不理這麼多字了 唐廟說 看一看前面 沒有好比的 給黃正宇 中間的迪比利 猜回後 少少伊犬波來的 好危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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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己都孤得住 迪比利 再給回唐廟 田娜 好危險 就算是 去到馬上 他在前面 他在前面 都沒有 沒有 倒回頭再猜幾腳都可以 葉左貴 滴地 哎呀,這一下真的差一點 很尷尬,用腳拿就拿不到 用頭要滴地之後 用頭拿也拿不到 所以那個點是很難摸的 其實他看到葉左貴 用左腳撞過去就不是說撞得這麼精準 所以就說 自從前面 沙漠離開之後 富力幾位的進攻球員 都是那種小快力 機動性非常之強 所以就是他們一些無球穿插 其實真的在場上 都經常能夠被我們見到一個不錯的效果 所以 現在有人討論 沙漠離開之後是 影響有多大呢 其實呢 我個人認為 就不一定會影響很大 因為呢 以往阿迪阿薩尼在這裏 很多球是圍繞著他 這裏有個這麼早的 曾超可能有點傷 比陳哲超 對偉地換低 上半場就是五組段的時間 應該是有少少傷了 三十六分鐘左右 羅經 過往就是杭州六成的球章 羅經 起番頭 田伊朗 射陷道國 迫過去 阿達馬連絲 其實阿達馬連絲 不要看他 真是 這個吳欺來的 不要看他 就是所說 身材不算出他高大 但是剛才幾位蘇寧的球員 他洩的位置很漂亮 這邊可以寫一腳 這個就是阿達馬連絲 寫高了 好難打的一個球員來的 今天其實就是 阿達馬連絲也好 迪西娜也好 他們兩個人 就是不會說是 聚死在某個位置上面 他們兩位的這個 攻擊球員 在前場的自由度比較高 經常都會 就是升出來 就參與一些 派牌 搏搏搏 是啊 有時候很少看那個 迪西娜 是經常升了出來之後 注意他的反插入去那一刻 已經很快到了門前 很高速地洩進去 他就有點像這個 古連盧那樣 向前 入攝那一刻的時機 和捕捉的機會 是很準的 所以經常都看到 他後插上之後 在門前是找到機會 其中遍 早剛就撐住他了 應該是 準備擺著 基本上半場的比賽 其實就真的很多地都會在廣州 副力的半場進行 數領一隊的中堅 完全是過了中前的 又被對方壓制住了 1-1之後 有一段曾經有一段時間 副力是彈北回上去的 但是這一段時間 不知道是不是 又是可能 那些體力 那一段時間 有少少影響 所以還是收回 提場是對的 韓家琪 阿蘭達 田依郎 上邊有孟希 見到阿蘭萬年詩 升得很出 這個就是他 阿蘭萬年詩 想說輕輕放高球進去 這下過不到 剛剛上到來的陳哲超 杜石刀 沒搞那麼多了 還是大腳上來 喜龍 邊槌位置有點鬆動 這下刮進去 都似傳似蛇 但球球吃死了 先放下 你看他 有時在後場突然間一洩落那些卡拉位 就是去到前場 所以一個他的前插 一個是這個 迪西蘭的前插 是一個定時炸彈 對的 因為都被人禁了很長一段的時間 對的 因為都被人禁了很長一段的時間 對的 因為都被人禁了很長一段的時間 看見到控球的百分比方面 江蘇蘇 0.68 負力是32 這樣東西都可以很明顯地 在場上兩對球的場面 看而沒有 其實負力都不是很介意 好像以前那樣的控球機會 以前都分分鐘超過每場球 都超過百分之五十 現在很多時候低於百分之五十 今天 其實真的論到迪西蘭 他要靠在哪裏 做一些突破 個人的一些進攻 其實 唐廟是沒有給他一些好的機會 幾下都能夠炒完 可以說這一半場打到現在四十分鐘 其實真是被人壓制得多厲害 看不到負力 你兩個邊閘都上不到去 唐廟以前每場球都分分鐘都踩上去 你現在半場看不到台美上 踩到對方禁區的附近 又是突然間放這些身後的位置 不過這一刻彈地之後都很難追 重要負力雖然是收 但感覺上收得太細 還要向外抗一些 抗的時候要小心他這些直膝 或者打身後球 收得太細 對方好像在三十線的位置都很輕鬆地壓制住你 那些傳球就很準 所以前衛線那裏要多些干擾全球球員 頂上一點不行 然後就給著葉楚貴 葉楚貴就 今個賽季一個球一個助攻 剛才提到 就踩一場比賽就很省鏡 劉瑞昂回頭 陳哲昌回頭 陳哲昌回頭 後面這段時間都要觀察 都有少少擔心 因為都說 都有幾場波未踢過 自從前三四輪踢過之後 後面都沒有怎麼踢過 現在都去到第十一輪了 前三輪就堅持踢 要踢正選 之後在一場比賽當中 半場 曾超換低 那個就是分水艇 是啦 就開始被曾超踢了 又在這個機閣位附近 就做順章 想撩到手裡 球證說看得很清楚 沒有手球 打到個胸口那些位置 球證都有意識去看的了 而且王哲剛剛那個 他站的位置 是很清晰可以見到整個片段的經過 是啊 舒服力是夠的 陳志超 就這邊呢 出球呢 其實就沒有什麼太好的隊友 現到個位 所以就都很難 再進一步往前送 吳熙 伸天尼 這下呢 就見到杜錫 從這裡 夾手夾腳 能夠將球球斷到 然後第一時間 趕上去 馬倫達 看到沙發上去 抓他 就投出全路線 是啊 他都做了個假動作 要傳給門將 辣到腳 唐廟 用不需要食牌 來了 唐廟就在 上半場的尾聲 拿到一張王牌 如果拿到這張王牌 都是 他個人應該是有三張 計上這張 葉楚貴 目前在隊裡 是有三張王牌的球員 如果這場他再拿 他下一場應該停賽 看看 萬鏡頭 其實就是 自己沒有殺著的掣 這些較早前的練習 曼天奧連續射了艾達馬林斯兩下 收藏了嗎?當時一滴球波上 看這個角度我們看看 這完全沒有中手 空大機的位置 就算中肩膀的位置 手臂三角機的位置 現在都是不算手球 要在架底的橫線 切下去橫線的手臂以下 才算是有效的手球部位 以上就不是手球 現在規則明確了 以這個我們講真人說 架底的位置橫切手臂 以上就不是手球有效的部位 以下才是 現在很多防守球員 都真是教科書式 去做防守動作 就是收藏 入到禁區 稍為收藏或貼近身體 因為你一收藏或貼近 人轉身追球或搶球 是會受到一些影響 因為你的動作 不是起動那種動作 即不是一個自然的動作 是的 這一下王哲沒有吹罰 體能上好像江蘇蘇寧這邊是爽快很多 你看那些腳輕盈和迫搶很迅速 好像那個體能狀況 整體是比富力這邊是好的 富力不知是否有 看上去的腳重重 不知是否訓練的強度有些大 但是這場球好像真的好像扔不起來 後來米提 又拿出球 外圍可以給艾達馬田斯 再來處理過 迪西娜 又想做下去 經常都是找前面的前方撞進去 攝高 倒石 這些球是不害怕的 最後是富力加外球 保持兩分鐘 上半場 進攻端整個半場 富力被壓制得很厲害 所以基本上打到對方禁區的次數都是很少 葉楚貴 你看對方的圍場很輕鬆 三角形就可以把球圍場下來 不稀 看下暴運下半場 富力會不會好些 如果是這樣的暴運下半場就很難說 輕快 看到很輕快的身體的運用 就是來自江西蘇寧這邊 青鮮很多 是啊 當然上半場他們都會更多地 就好像半場攻防演練那樣 拿著球來猜 富力更多地要精力放在防守當中 羅敬出球 不要失球 還有不到一分鐘 如果捱完這分鐘 一比一下去休息室 看著迪西蘭的軟射 少許改變方向 但也刪到球球的力量 所以韓家旗也沒有太大難度 搜紋完這種拋踢球是有越位的 如果是球門球是沒有越位的 剛才搜紋完拋踢 如果沙巴是處於越位位置 去拿球的話是越位犯規的 其實看見沙巴在前面都沒有什麼供應 是的 吳希 同時也聽到了 球證出香了上半場比賽結束的哨聲 球證5分鐘 雙方暫時來看成1比1 廣州富力拿到夢幻開局 在比賽的第5分鐘 沙巴點球命中 德國隨後新甸來200分鐘 幫助高蘇蘇寧追和 雙方暫時在上半場 仍然處於同一起跑線 太奇好吃好喝滋潤營養開心好足夠 來吧一起放鬆一起來加油 來吧一起分享太奇發爆酒 是太奇 開心笑 你買了嗎 我摸不提了 敢發票 有成交 有價格 才透明 我肯定發票是小假 上一車APP 查發票成交價 買車 不吃虧 一車 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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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困了 喝東鹏特飲 一車 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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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廣氣風田 五百萬台銷量達成 感謝有你 從法國到全世界 賽車飛駛百年 激情澎湃 格蘭P智 成就您的夢想 格蘭P智太陽眼界 彰顯傳奇與時尚 格蘭P智行格當道 格蘭P智賽車級太陽眼界 Gran Peace Forever Gran Peace Forever 請喝補心茶 天草擔心補心茶 保護你的心 助力你打平 被追和之後的情況 或者是未被追和之前 都是出現這樣的情況 就是你退守得來 你不可以 三線兩線的球員 全部退下去 三十馬 三十馬的區裏面 而又不給壓力對手的 你一定要給壓力 用球的人 或者他的推進上面 你一定要給壓力 令到他們會有失誤 令到他們在一個組織上來 用球進來禁區的時候 會是增加了難度 才會令到他們進攻 是沒有那麼流暢的 還有就是 如果你是能夠給壓力 他在初階組織上來的攻勢的時候 也有個別的機會 你搶到球 由於你還未退得很後 所以你打上去 那個動能 進攻上面 才會更加好 這方面其實 看看下半場有沒有改善 如果能夠改善的話 廣州福利在比廣索索力工之餘 其實應該有更多的反擊機會 希望他們下半場有進步 再一次提醒大家 中超激戰震撼 為廣州隊喝彩 大家在收聽這場比賽的同時 可以掃描屏幕下方的二維碼 關注廣東體育頻道公眾號 以及可以下載廣東體育加APP 只要廣州恒大 或者廣州福利贏波的話 各位有機會抽中一些獎品 包括簽名的球衣 簽名的足球 獎勸等等這些豐厚獎品 而且也可以和我們的主持人 進行的一個互動 這一場的比賽上半場 富力和蘇寧暫時聽成一比 我們現在都稍微有息 稍後回來繼續欣賞雙方下半場的比賽 蘇根健腰圓 全城陳李仔四百年製肉精水 專若專治 腰椎間盤突出引發的 腰痛 腿痛 腰實酸痛 強筋骨 驅騰痛 對症 有車嗎? 你買嗎? 我摸過鐵了 敢發票? 一成交 有價格 才透明 我肯定發票成交價 上義車APP 查發票成交價 沒錯 不吃虧 一出 嘉賓 應酬 鬧夜 感覺心很累 請喝補心茶 牽除單身補心茶 保護你的心 助力你打拼 拉開蝦啤 孝傳江湖等你來闖 冰賞去尼 解辣盡興 全陪蝦啤 今下無敵 一起蝦啤 上義車APP 查發票成交價 買車 不吃虧 義車 父母無法分享他們每一次的成長 請關愛留守兒童 加士伯順滑 順滑 就是更好 當然 小心 甘信 想像一下這種順滑的口感 書筋見腰丸 傳承陳李仔 四百年製 肉精水 專若專治 腰椎間盤突出引發的 腰痛 腿痛 腰實酸痛 腰筋骨 驅騰痛 對症 拉開蝦啤 孝傳江湖等你來闖 兵手去尼 解辣盡興 全培蝦啤 今下無敵 一起蝦啤 我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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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困了 喝東鹏特飲 上義車APP 查發票成交價 買車 不吃虧 義車 Come on 太奇 運動中冷 就吃太奇八寶粥 旅行工作 就吃太奇八寶粥 太奇好吃好喝滋潤營養 開心好足夠 來吧 一起放鬆 一起來加油 太奇好禮 護送 祝願親友 幸福都成就 來吧 一起分享 太奇八寶粥 吃太奇 開心笑 很好 適合 再ES 不 猜測 剪輪 我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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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累了困了 喝东鹏特饮 有车吗 你买吗 我摸过铁了 敢发票 一成交 有价格 才透明 我只听发票成交价 上一车APP 查发票成交价 买车不吃亏 一车 从法国到全世界 赛车激情澎湃 格兰披制太阳眼镜 彰显传奇与时尚 邪格当道 格兰披制赛车企太阳眼镜 Grand Peace Forever 欢迎大家回到来比赛现场 大连人足球清分基地 继续收看江苏苏宁 面对着广州富力的下半场比赛 上半场两队球暂时踢成1比1 入球球员就是沙巴 还有新天妮 下半场出到来 富力有一个调动 说的是叶楚贵被调离阵 常飞亚登场 亦都是一个算是对委的换人 下半场比赛 继续有李志忠 李长 而陈俊杰为大家送上月月旁军 其实富力上半场 亦都有一次 就是叫做 有些小被动换人 將曾超换了下去 陈折超就上了来 上半场的时间 现在中场休息 再一次換人 常菲亞速度的特點 都很明顯 他屬於那種需要 有一段空間 給他衝 給他哨的類型 但是之前那幾輪 他都叫做踢得比較多 但是仔細觀察他 其實他名字就叫菲 但是就好像飛不起上來 在左邊 對上這一兩場 對深圳也好 對鶴林堅也好 這個球直接傳中 好像打到防守人 成為了角球 因為韓家琪也想說 盡力是否能夠擒上球 騙到一下就是陳哲昭 常菲亞看到 雖然打邊翼的位置 其實他是很少向前突進 上兩仗已經有這些可喜的鏡頭 江蘇蘇寧 進攻路線右手邊的角球 艾達馬田斯 來到是主力 找到米蘭達 頭鎚僅僅頂到 韓家琪就沒收 姜跡雲跟他一起跳 叫做令到他是彈不起的 因為向後靠 有姜跡雲在那頂著 這下就 陸門球開得不錯 上方也是拍馬趕到的 他就很勇力 不是很清晰的 看到他的經驗 主力球 其實你控住後 之後 向邊不要再倒下頭了 其實就找回生偉 或者找回隊友去交 可能會踢得聰明些 再倒下頭 人家多一個人幫忙 你很難走出這個困局 頭鎚僅頂到連下天路 設定給唐廟 靠靠不撞 被他過得到 這個夾擊 轉方向 去到左手邊 另一側 常菲亞 陳哲昭 動作這麼慢 擔著位置都被人偷到 陳天妮設定後 留意蘇寧這次反插 迪西娜面對著門將 過了 然後左腳搞定 下半場就開過 無奈 江蘇素玲 已經是反昭比分了 這個蹊波的起因 就在左後位 陳哲昭的位置 本來擔著身位 就被艾迪瑪迪斯 偷了個球 他想傳出來的傳不好 被人打了個小反擊 這下有個冒搶 吳越偉 那邊還拖了個 杜石 杜石在這裏 被對方偷了個直線 就形成了 打串了 杜石就跟隊友 做越偉的節奏不統一 當他發現要自己再升起的時間 其實就已經有些為止 因為迪西娜也及時做了一個潛策 這下的入球 跟艾迪瑪迪斯的整個搶斷到串聯 就很大一個作用 亦都做了一個助攻 最後雖然迪西娜入球 但是功勞很大部分 他指揮著 可能這個手勢是指揮著 馬田斯的 有 大罐功勞是你的 對於肺里來說是一個不用打擊的 因為是開球 下半場無奈 就馬上被對方入一個 但再一次亦都見到 其實江蘇蘇寧 他們前場幾位外援的個人能力也好 包括他們相互之間的合作 反應也好 其實真的在放眼中招來看 是真的算是比較之頂級的 所以他現在打到這個小組的排名第二 是真的有很大的說服力 當然是排在恆大後邊 他又比第三名球隊的分數 又是多些 比應該是在講的 跟恆大對決的山東老蘭 是不是拉倒下呢 剛剛沒有接觸的情況之下 就不是這個片段 看看是否應該倒石 因為剛剛他是 對了 已經是遞手的了 又暫時只是看不到鏡頭 是不是有些甚麼接觸 對抗呢 這種情形多數都是 肌肉疲勞之後的拉傷 可能有回到一年齡 所以有些肌肉的恢復是慢些的 有些不覺不覺 一蹭一下就會來 看看剛剛入球了 他這個支點做得不錯 整個攻勢 就是他們三位的外環球員 又飽辦 又是他們三位 所以 所以有時 看新天梨踢球 感覺很合理 他作為一個儲等中鋒 不需要說 好像拿著球自己沒有 但是他就 知道隊友會在哪裏 做最適合的事 這個塞球就真的 都沒辦法了 因為被人斷了 其實就一些手掌 都未及時 能夠回到一個很好的防守位置 這邊就外圍阿拉曼尼斯 再想畫 就快腳射 迪比利 就擋到 然後滾著球 想畫突出重圍的時間 就駁到犯規 球證也都是 就追著過來 就給了一張王牌周雲 球證認為周雲這個犯規 是戰術性的犯規 有意識是 擔一擔 迪比利 就是破壞了 富力的一個反擊機會 第一下吳希 其實逆波已經 有少少想說是 戰術阻撓 第二下周雲那下 就會有些更加呆眼 有時球證給牌 就不一定針對動作的 嚴重性 或者惡劣性 是針對你這個犯規的一個結果 你破壞了對方的進攻機會 或者反擊機會 是要給王牌 如果是破壞了 明顯得分機會 是要給王牌 有些情況 不一定全部要給 現在納下去 杜石好像都不在場上 杜石是不是去了場外 胡理緊 雙程 盡量看看能不能夠打到 是沒有在的 是啊 這邊又來過 馬連絲 自己扔著球進去禁區了 想吸回去 左腳位置 但是這下 自己吸大了 扔得太多 去到這個位置 找回大位交球 找回高位交球 可能會更加明智些 杜石其實都了理了一段時間 但是 也都暫時沒有什麼鏡頭 是捕捉到他 等等死球 之後的情況會是怎樣 由於真是 易騰又沒有報到 如果是杜石箱的話 就算要換都要找一個 不是正式打中後衛的人來頂 或者可以變陣 或者少打一個 或者兩個中衛 留下李同益和張職宏 打少一個 唐美玉 嘩 好少見到他做功做到 到這裏 這場球 拿到應該是宋文傑 宋文傑 在場邊 剛剛他熱緊身 一閃而過 看上去 看上去就像是29 今天踢得靜 突然覺得 連阿天奴都踢得很靜 連阿天奴 道直 不行 拉傷大腿 不行 堅持不了 現在考慮換人 如果坐到上那裏 是否換了沒有 又沒有交代 沒換的 因為現在數落 還是廣州福利加場上 暫時踢少住一個 剛剛就見到 宋文傑 這位的中場球員 他過往都踢過 荷包橫幅 踢過清度中能 亦都是想做一些 很小範圍的配合 結果就是聽到雞聲了 拿到吳希的支持腳 上前攔截的時候 看來沒事 宋文傑 踢保登場 換下了 就是受傷的倒石 宋文傑亦都從山東老能 過到離廣州負力 看來這個犯規是沒什麼事的 球證又催了 之前上本場在禁區前面 有一個爭頂的高球的時候 亦都是沒人頂他的情況 亦都催了 所以球證去判罰 這邊搞定 判罰的準成度是真的有事 這個球不欺自己的臨地的時候 他想撩個球是沒騰到的 這一下這麼輕鬆是變了向的 門將是反不了身的 艾達馬田斯通過了一個任意球機會 幫助江蘇蘇寧擴大領先來看回了 皮球來勢就是在反人場那裡 即是在新天尼那個位置過來的 當時韓家琪就一路有少少的碎步 向自己的右手邊移動 但是這球球 見到達馬田斯通過很堅定 就抽了一個所謂的山位 門將的山位 角度就不算刁鑽 但是球球有些怪勢曲聚 所以韓家琪也能夠第一時間看到球球球的落勢 所以就令到這個情況 韓家琪也有些責任 如果球球不是很急勁 現在對於富力來說 情況會是更加嚴峻一些 因為下半場就踢了12分鐘 已經落後了兩球 肯定是覺得剛才的任意球值得相確 給不給得到 因為那些位置是很敏感的位置 又一個反擊 留意啊 又來過了 達馬田斯 自己就留一段 比到中間 迪西娜 再背橫 何敬 比到就新天尼 這下就比韓家琪輕鬆的立轉 江蘇、蘇寧的三個入球 和三劍俠都分別 一人一個 之前統計 迪西娜對親富力都有球入 已經對了這麼多阵 都有七個入球 計算今天這個有八個入球 個人 這個邊路 陳哲昭 常菲亞 三把回分給迪比利 上半場都擔心富力的步運 比較沉 即是不爽快 有幾個球員都比較靜 今天踢得 都擔心這個情形 在下半場應驗了 去到五十多分鐘 又入多兩球 變成三比一 現在目前的比分 輕快的部分 和踢得心情輕鬆的 就是接下來 江蘇、蘇寧這邊 無人打上來的了 他中堅 一直都推到他 四十馬位置附近 但是這下比球 就真的都一般 老鄉、迪西娜 都和他笑一笑 一看就知道 不是新天尼比的球 哈哈哈 所以打前鋒 和打後衛 那種上到前場那種思維 或者那種感覺是不同的 宋文傑 上來的他的位置是會比較前的 現在看上去反而是最前那裏 宋文傑 過往就都是 被稱為就是 是中甲聯賽的過人王 他都就是效力了 何巴華幸福多時的 上來他不是打中堅 他打中鋒 是啊 那到最前啊 因為當年他就 就是 未受一次的大傷之前 他的速度突典是很厲害的 那些拔一拔 羅景的手臂 所以陳哲超 亦都拿了牌 雲邦赫斯就都有一些嘴索 好了 這邊就江蘇蘇寧的換人 華卡蘇上來 換低座就是新天尼 那是屬於他們第一個的換人調動 華卡蘇其實在之前的比賽當中 他的發揮是很搶眼的 因為他在中鋒場 看一個B2B 攻防兩端都可以見到他的出賽的身影 那麽跑得啊 明顯就來到中超之後 他的級數真的都學勒計劃 不行就蘇寧方面的前掌任以靠 他死球都更多地會交給艾淡曼田絲去做處理 韓家琪就在指揮著人牆 borgs推出人牆 看到好 喇 曼田絲 透著仙島 滑門二鍋 扣門二鍋 很近方 頂球的不越位,可能前面吳希的點是越位,但頂球的球員是不越位的 想用,額頭去批,但這球球其實批得不正 楊博宇,福利的攻勢,常菲牙,沙巴,控大了 從下,還要踢到楊博宇 波折落沙巴的位置的選擇不好,因為沙巴周邊全部都是人 你折落去,他很難控,其實有些球看大些,比其他人的選擇更好 鏡頭拍了拉路,來自羅馬尼亞的教頭 好,過去都在西亞聯賽執教過 宋文傑 宋文傑,他是第一次代表負力上陣 他就是在貴中才過來負力 他想撿住唐廟先生,然後希望專家突破, jue reg到飯盔 對,我們會接受他有犯規 他剛剛模仿,他想北短站住唐廟先生 希望他能撿身突破,卻接受犯規 馬尼亞中間,宋文傑,但他発出給他 我真的射門太棒了 黃金機會 錯失了 浪費了 薩菲亞的傳球 第一下控得漂亮 射過去那一刻射得不太好 被門將是第一下擋到的 這一刻射了半個球 打到門將的胸口位置 再補射的時候已經不太適合腳步 射這些位置 門將是最舒服的 顧超用胸口碎大石擋了出來 薩伯剛剛在頭柱位 入攝也帶走了一名防守球員 所以給宋文傑一個很好的機會 不知道是否真的適應不到 上來無奈 這些球對一個好的前鋒 或者射手來說 這些球實色無千額 宋文傑真是火線支援 可以說他剛才射完那一刻完全沒有心思 就這樣停完之後射過去 沒有自己的想法 他是昨天下午 苦力方面才官宣出了公告 他是加盟到球隊當中 應該是沙巴離隊之後 唯一引入的一個球員 沙希惟 沙希惟 據一些媒體的報道 已經刺銷報名 沙巴 即是隔了射過去 都是只能夠射這條線路 沒有得選擇 所以門章也是適合在那裏 如果他是打開的話 可能選擇的機會大 很貼腳的 你看 就這樣射過去 最後用他不算太熟練的右腳 去處理這個射門 都有兩陣的攻勢 一個是宋文傑的射門 一個是沙巴的射門 都比較接近得分 說是頻頻地干擾 迪比利的那些雲雄 用犯規的戰術 這邊江蘇蘇尼 已經在他身上 有四五次犯規 短時間內 有些牢吵 這種牢吵 就不要造成到 對裁判過分的一些不滿 又要吃牌 黃哲說他開波地點不對 反規那裡不對 你被你說這裏得未 剛剛就有點懵疑 裁判有時 要這樣 計得這麼清 都很難說 麥聯斯 拿波轉身 馬上找他前面 入攝的羅徑 壓力水率太大 說起宋文傑 他之前 一一球跪 都拿過中超最佳新人 當然他證明 或者過去慣常踢的位置 就是踢邊 就不是說踢一個純粹的中鋒 即是他真真正正要 踢個波入網的能力 終結的能力 就不算太強 看回 這個鏡頭 沒有太明顯的訊息 給我們 這邊 沙巴按一腳 這陣子 沙巴短時間 因為兩腳 就埋門機會 撥到角球 馬上站 就直接 就能夠發力 剛才按下去 這一下也很困難 沙巴來斬 沒有點 最後 迪比利 都很勤力 很積極 去迫回亞達曼田詩 這段時間攻得氣盛的時候, 都是看到這幾個沙巴, 甚至宋文傑, 很少看到連娜堅勞, 因為她今天的狀態, 好像上腳都是少很多, 甚至常菲啞也看到, 這一下射得頑皮, 其實很多選擇的, 身體又未跟得上, 所以強行召起來, 變了主動, 變了自己是被動的, 蜘蛛菲,吉祥這一邊, 也是後面入體了, 先見周雲下來, 這幾個都是輪換的, 這幾個球員都是, 換了羅經下來, 這堆應該會是, 委託位, 進行一個調動, 吉祥就會收回閘道, 給你, 自己過了幾關的了, 給你, Rantino, 有沒有機會呢, 怪順帶位, 左腳射一般的, 拐完之後, 再向右, 就騙了球員, 全聚過來的了, 嘩, 這邊, 沙巴, 和唐廟, 都等到, 花兒野借料了, 都等不到, 比你這一下, 他吸引了防守, 他向中間壓一壓, 壓的時候, 已經是一堆人聚了, 到中間, 再用左腳, 挖過來這邊, 錯位的球員, 其實是很漂亮的一個配合, 這邊都已經是, 擠在這裏了, 這位, 正如這次說, 駕駛今年, Tino的時間, 不是很合適, 是的, 韓さん, 我還欺負很多人, 在後方, 達馬亭斯, 已經支撐了一堂秒, 這樣打是很辛苦阿, 唐廟, 回頭, 韓佳琦, 一比三落後,之後負力的攻勢正常回到很多 亦都在門前有一兩次的機會可以追回接近些的比分 米蘭達,雖然米蘭達連時以歌話,但是他的經驗 他的路數仍然真的在中超可以說是超班 迪西娜,不起,沒人達 不緊不慢,回到旁邊楊博宇 差不多開密題,楊博宇放大腳上去 這次博到李松益的犯規 楊博宇主動向華加素起身 膝頭哥頂到對方的大腿 華加素的個案都在西甲效力過 來自加勒的球血,踢過拉維斯,踢過格拉納達 看這次的攻勢先,比來中間 比來中間,比波路線還未能夠及時 找到陸西娜 有點鬆動,負力的防線 看到過了一個球員之後 後面的球員來前面的球員距離比較大 所以對方過了之後,有一段距離是長距直入 來到71分鐘 對於比利克來說,體能都是一個隱環 因為上半場他們這麼多的精力 這麼長時間都是處於一個手勢 其實對於他們的體能消耗會更加之大 所以來到這些70分鐘的時間 他們的一個跌窩的狀況值得我們關注 比比利,出發了迪西娜的犯規 輕輕拉拉肩膀,差很遠的了 黃哲都口頭警告,迪西娜 黃靖宇,陳哲昭 給黃靖宇 以往觀察黃靖宇到了70多分鐘跌窩的時候 有時的串聯、接球 其實全球都有些失誤出現 希望他這一場不會有這些現象 把長傳上去 想找到宋文傑這個突前的點 黃靖宇 球廟來丟界外球 迪比利 沙巴 迪比利 連拿天奴 再分過邊路 陳哲昭 放了少許空間 想說全中 但中間都未能夠 有時候 果鐵伊龍的防守 我以為連拿天奴 再蓋上來 陳哲昭第一時間的出球 亦都被對方刪到 這次輪到阿北都海米 這次輪到大陸 哪裏的出球 都要找點點才行 如果沒有點的出去 就是沒有效果 輪到富力 他們真是說 在中間去爭頂 搶點頭槌 特別強的 一類型的球員 好像現在陣中 又找不到那些過 過往稻石去到最後時間 要搏殺 搏除 拱上去 當前鋒仔 但稻石 現在都傷了 剛才看到陳哲昭 最後犯規了這次的失球 其實他也不是觀察得很清楚 對方已經是幾個人圍著你 向前帶球的方向 其實你不一定要向前 一看到這樣的局勢 其實向自己的後防 帶回大位 可能會比較安全 對方一拱就拱到 這下他探腳 就踩到馬迪斯 踩到腳尾的位置 由於現在的球鞋比較薄 馬迪斯的第一個 入球的傳中 三劍盒的一個配合 很無奈 因為稻石的失球 傳失了之後 造成對方的入球 這個是第二個入球 迪西娜 養過門將韓佳琪之後 輕鬆搞碟 他已經有三場沒有入球 這個球也是對陣富力的時候 他都會有一個入球 除了阿達麥田斯 這個任意球 韓佳琪做的手勢 就是他視線受阻 判斷不了 所以看他的動作好像很肉酸 那球進了 人才好像不斷地下地 謝鵬飛 得住迪比利的位置 見到迪比利有些醋 他以為他上來夾他 但是他沒有上 他本來是想得住的位置 然後那些路 整場球就沒有什麼 怎麼跌倒 這段時間反而跌倒了兩下 都叫做找回感覺 但是全球不準 感覺就是有些少 球員之間有些抖氣 連南天龍今天是 客觀來說是不合理的了 謝鵬飛 他就後入體 所以現在就很好力的 給過來遠邊 華卡蘇 胸口壓下來 直接射敗虛尾 這球球真的 都可以選擇 找一找隊友的配合 浪射 浪費了射門 好準 都剛剛射到這個攝像機 大家鬥牙位 迪西娜 很有經驗 得住個位之後 後面的球員 一點大法都沒有 華卡蘇 這些 不是說 不射得 但真的 其實難度很大的 是 追著那個球 剛剛射中攝像機的 後側那個位置 那個假的位置 很幸好 沒有四點沒有鏡頭 見到射門數據方面 蘇寧有15腳 7腳 重浪 負力8腳 射門4腳 重浪 好連貫 沙巴早給了 不用自己這麼辛苦 浪費這麼多體力 可能做了兩個擺脫之後 就真的 都有點腳軟 這個球不夠力 還差一點 阿北都海密提 謝鵬飛 突然之下加速 軟射腳 角度比較正 韓佳琪就沒收 手包球 扔上來給聯娜天佬 他們的球員已經有點累了 明顯感覺 好 韓佳琪 現在又被拘捕 又是彈不到上去 接著做一個1-2 幸好比球的路線 就不是特別精靜 看到姜貞雲中後衛交球 那個攻底 其實真是很危險的 這樣交膝 你中場的球員沒有很好的交接點 你就考慮長距離 安全一點 你這樣交膝 就對被人就就打反擊 好辛苦的 沙巴這樣去扔 雖然沒有脫 很緊張 大腳上前場也好 塞了才有排 也不能回頭 常菲亞的拿球 不考慮對方的搶截路線 還要向這邊拿 就很容易被人截斷 蘇寧方面 就不跟你吉志 你看到迪西蘭的基本攻 很緊張 華卡索給迪西蘭 在中間 謝鵬菲給迪西蘭 沒什麼太好機會 他們就不急著了 蘇寧 對啦 猜拳後 猜拳後 好好慢板先 馬安達 如果剛才那兩個機會 就是1-3之後 富力出現那兩個機會 有一球把握到的話 特別是宋文傑那一下 如果入到的話 3-2又不同的節奏 他叫進去 想我用新位 但這些位置 真的不要這麼囉嗦 遊遊遊遊 在那裡都會遊遊到的 那些球 剛才5號 要重益 要重益 西蘭 進去禁區了 現在其實 富力 因為他們 一方面 亦都要攻 追回這個分差 另一方面 球員體能 亦都下降 所以現在有少少 斷開兩段 這些球又是這樣 網刀定尼射 艾達馬田斯 可惜這腳球 就不中籠 在上前迫搶的場面 別人以為江蘇蘇寧還輸著球 因為富力的球員 現在有些 踢到斷開兩段 力不從心 而且陣型架構很散 是想打上去 但是打到一半 又斷了 一中場一斷 上面的前方又回不了 後衛就死追 中間那個腰的位置 中場那個位置 是拆不起支球隊 拆不起整個攻勢 所以球一到中場就失了 對方就很瀟灑 該快就快 該慢就慢 幫你帶你游車河先 轉回右手邊 壓不到的問題 拆回去 楊博宇 富力是搶不到那個點 因為沒有體力的支撐 搶不到那個點 組織不起來 很難看 很難看 吉祥放大腳上去 找華卡素 他很能跑 這球球太大力 但他借了一下 阿林 就這樣啦 華家嫂真的來到江蘇蘇寧之後 可以說他的效果是令人驚喜 真是無縫銜接 即插即用 看回過往他效力細甲的球會 他都不是絕對必然的一個主力球員 馬蘭達 搶不到啊 富力一 好少逗上去 李松益就胸口挨回給唐廟 李松益 這就是李松益 江積宏給了他 現在富力就 是不是有位球員受傷倒地 主動踢球球出去先的 李松益 李松益 又沒事啊 對了 這邊就 華家嫂丟給韓佳琪 比賽重新開始 再試試試看 少少殺曲 雙世華 防秒 現在蘇寧繼續是逼你 繼續在一些高位的位置 進行回防守 因為他們體能方面 現在他們都不會特別索棄 反觀負力現在其實都幾辛苦 因為首先體能不佔優 另外力不從心 狀態調整 絕對負力這場球的調整都不是那麼好 就算上場被人壓制得那麼厲害 都不是消耗體能的一個借口 李Sir 我們終於好像都見到 唐廟扔到上來 今場比賽真的很少見 很少見到他扔到那麼上 特別是上場基本上是零 下場有幾次這麼多 為數不多 龍門球來的 因為最後省中了陳哲超出界 陳哲超打得不夠聰明 向前不到就要向橫向後 自己又跟不上 很多球都經常要搏腳 別人就焗你那條龍 打得不聰明 這些特寫都是可能被人入完球之後的特寫 都拍到雲邦賀鮮 就目無表情 富力他們在下輪比賽 就會面對著大連人 但是在下輪比賽中間 就還夾著一場的觸結盃 間時面對著上海生花 富力如果積分還是保持7分的話 來看看第四名11分上海生花 怎樣這一輪 因為都沒有打到他 如果再拉開的話 可能要進入到前四名組別 就越來越難 或者希望越來越小 不過暫時來說 定不是絕對沒有希望 但是最好 就不要說 最後要看人面積那種 因為現在就 新花第四十三分 跟著深圳十一 大連人和富力目前也十分 十分 沙巴 先到高位拿球 他要 不起上前那一刻 焗你那一刻 他上得很及時 沙巴 就在人蟲當中起到腳 一個高出 嘩 唐廟這邊又真是空得很緊要 有時那些球真的 如果知道唐廟這個特點 按到上來的話 有些球可以 就是縮一縮的彎 及時分回去那邊 是很空的 沙巴今天 就除了入了十二馬之外 就真的 不留太多的球 到他的腳 這些球 大家五波都 拼過去 又吹黃正宇犯規 真的不同意 不同意 你再看看慢鏡 黃正宇是捉到那個球 捉到那個球 之後才是兩個人發生 接觸 江蘇蘇寧 他們就會在接下來的比賽 祝業輩 面對深圳 佳兆業 而聯賽 可能的聯賽 他們21號 介紹 對上海新化 吉祥 吳禧 華家素 拿球 轉身 撥過來邊路 艾達馬田絲 吉祥拿 給回到達馬田絲 華家素 可以回到達馬田絲 比華家素 力量小了 都可以修正 自己 富力 就是 迪比利 稍為 體能是過得去的 因為他搶球 都是用得到力 其他球員 其他球員都好像發不到力 華家素 現在屏幕下方 剛剛見到他都還插著腰 都是摸著他膝蓋的位置 可能還很痛 直線 這一下都可以及時 包回到達馬田絲 應該都問題不大 可能一些硬傷 困到一下 現在自己就扔回 總統戰爭 拐頭打球 比倫夏天堂 中場位置 迪比利 再順過去左手邊 陳志超 迪比利 连夏天堂 10秒 再給過來 宋文傑 扎角位置 這樣搞定 還有駕駕,追回到2比3,廣州負力89分鐘 有些運氣入球,如果對方不關掉的話 這個球球來的球員是歪得很厲害的 省中了對方之後,變向又入球 他其實射歪了 回過來,射到他不中籠 射到各球旗,可能還未出邊線的球 他想拉外側,拉正正的背 所以這個會計算一個烏龍的球 因為本來是不中籠的情況 他想拉外側,拉正正的背 如果球是可以出邊線的 如果是困不到的話 字幕給了宋文傑的球 他有時看看最後中國總協的統計 官方統計入了哪個數 目前這個入數不一定是官方 是的,明顯感覺離航離辣 離航離辣的,不中籠的一個 你說他射門好或者傳播好 我們趁著僅佑的時間 看看有沒有收穫,谷一段 蘇寧每天都輕輕有些大意 剛剛 這個時間比賽尾段,有換人 講到蘇寧方面,張凌峰和張曉斌 張曉斌就換下了22號的吳希 張曉斌好像昨天做了爸爸 全隊都對他這件事都表示了 好,就是 迪西娜亦都是被換下 張凌峰就…來 保持四分鐘 張凌峰就是U23的球員 我過往都在葡萄牙流過羊的 二年是23歲 迪比利轉過左手邊 陳哲超 我直線,常彼雅 現在常彼雅這兩輪 有些向前突破的那種能力了 之前那幾輪 完全是很少見到他向前突破的 張凌峰 抖著位置 鋪上去的了,時間無多 已經進入到第92分鐘 不要想那麼多了,早點分 早點擺上去 回頭,陳哲超 加油 都仍是講求 哎呀 傳下傳下變了 如果你中場一塞 被對方又打個反擊 沙巴 沙巴哪裏撞了球 上去的唐廟 現在給了就唐廟 可不可以出個漂亮的球 唐廟 尾處位 有沒有機會搞定 搞定 3比3 上菲牙 上菲牙 幫助廣州庫現在追和給分 戒脫的 連三都剝了 黃牌都不怕吃 好像跟寶蓮奴差不多了 寶蓮奴當時 寶蓮奴當時 廣州打比 幫助球都入了鑄散球 之後他都除三慶祝 一樣射得漂亮 右腳的窩裡 還鏡頭 唐廟不上來 又自開 一一上來 跌下上來 沙巴威得很漂亮的時間 順了腳 這邊看得定了 就凌空 抽過去 蘇寧 這段時間 尾段 最後這幾分鐘 鬆得很明顯 防守 尾段追平 如果真正拿到平局的話 對富力這一分來說 富力真是 好不容易 這場球 薩菲亞不簡單 喜蹟而入 相信 他這些淚水 都是激動 而又幸福的淚水 一種釋放 可能很長時間 都沒有入球 薩菲亞 拿了一張黃牌 由於是 除球三 現在還未完場 沙巴拿了一張黃牌 現在自望交代 不知道是否說 他拖時間 還是過度慶祝 黃華鵬 亦都在比賽期 最後時間 就上來 換下連娜天奴 連娜天奴 跟那邊奧拉路 就拍一拍 黃華鵬 也都 後防球員 U21 的小卓 入完球之後 阿祥菲亞 就真的 好像突然之間 充滿電 薩菲亞 繼續 在那邊做文章 但是這球球 已經出了邊線 這些 不好的習慣 出了界之後 再加腳 如果球證嚴格來說 可以給的 而且要留意 就是他有一張黃牌 真的 無謂 一些作用 沒有太大作用 小小不嚴 那些 但你小小不嚴 球證跟你認真起來 你就吃虧 好 球證出了全場比賽結束的哨聲 最終廣州負力 在比賽尾段的時間 連追兩球 3比3 踢和了江蘇蘇寧 都真的可以說 比賽去到尾段 大概800分鐘左右 廣州負力 他們真的 突然之間上力 大家都想不到 非常之神奇 是啊 能夠真的這樣追和 但江蘇蘇寧方面 真的他自己都鬆的 所以就 對於負力來說 這一場比賽 可能內容不算太滿意 但是 結果狼能得分 相信 雲邦行才是收貨 稍後時間 還有廣州行大 面對山東狼能的比賽 送給大家 多謝各位收看 這場比賽有李志忠和陳俊傑 為大家送上與龐述 我們下次直播再見 拜拜